5月27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在上海欢乐谷召开2021年四季上海夏季信息发布会 围绕红色、浦江、会展、夜色、清水、青子等关键词发布多项产品和活动 为市民游客带来兵分多彩的夏季出游选择 会上,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夏季五大品牌项目 分别为庆祝建党百年、体验红色之旅 百年百亿新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 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 蛇山剩下狂欢季 神兽总动员亲子严学美食活动 借此展现上海璀璨之城的风采 激发文旅消费新潜力 加快文旅市场复苏 具体来看,在红色旅游方面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聚焦整合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 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红色文旅产品 涵盖巴士游、浦江游、铁路游、徒步游 例如春秋旅游推出红色旅游专线 将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串联起来 实行定时、定点、定线发车 除了红色主题文化和旅游线路外 全市档案馆、美术馆、博物馆、纪念馆 也都将举办各类红色精品展 此外,全市各区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其中,松江区内各旅游企业携手打造众多精彩活动 包括舌山盛夏狂欢季、上海欢乐谷EV电音节 上海世贸精灵之城主题乐园系列活动等 为上海夏天增添新的魅力 以南汇新城为主会场的神兽总动员 亲子严学美食活动 融合严学、科普、文娱、美食等元素 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并努力打造上海夏季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